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就跟大家說說MIRROR演唱會 一年16場的MIRRORFILL THE PASSION CONCERT TOUR 2024香港站 剛剛在這個星期六 即是3號那天的尾場 終於完滿結束 其中今次演唱會裡 有其中一個挺大的焦點 就是Stanley 邱士俊 他跟Jeremy在尾場合作唱FIFA FIFA的身形連日成為熱話 到尾場更終極一脫 讓舞蹈員跳舞的時候 一下子就脫去了上衣 大蘇八舊的腹肌和健石的胸肌 惹來全場的鏡粉 瘋狂尖叫 更加改了Stanley的花名叫做大表波 當然這也是其中一個演唱會的其中一個 挺大的鏈一 你都說了很多很多天 就是在說Stanley的身材 今集就跟大家幫MIRROR演唱會做一個總結 這個肌肉擔當 Stanley在演唱會裡 跟Jeremy cost over 原本就穿了黑色的外套 爆肌的身形備受注目 每晚震撼觀眾的眼球 到最後一晚更加是火力全開 表演中途就被Dancers 除了他的外套 完美的身形外露 全場佔叫 把氣氛推到高點 說到這個美場的演唱會 十二指顯得有點不捨 多次提到最後一場 十二指緊接阿Jer 唱了人類群星閃耀時 就出場 以一身全白打扮 唱出VOR的時候 全場大合唱 氣氛非常溫馨 Ian、Jeremy、Alton 和阿Jer都有眼淚淚想哭 現場的鏡粉 就紛紛大叫 就叫他們不要哭 完結後 大家都看到他們 在圍訪的時候都透露過 因為很多時候跳唱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空到處看 但是唱到VOR 在圍訪時比較溫馨 靜態一點 變成十二指可以一邊唱歌 一邊看旁邊 或者看台下的粉絲 鏡粉的燈牌 所以好像Ian所說 為何突然眼濕濕感觸 因為被他不小心 瞧到台下的粉絲 一個小牌 非常感動到他 一時感觸 應該是鼓勵說話 想信自己等等類似的說話 所以令到他一時感觸 都忍不住眼濕濕 除了Ian之外 Jeremy、Alton和阿Jer 都有類似的情況 去到演唱會的尾聲 隊長Nokman 亦都很感性地說 做這個Show很不容易 每晚走回到台 身水身汗 問自己為何會這麼辛苦 但一會上台見大家 即是看到鏡粉的時候 力量就不知道在哪裡出來了 很多東西都不容易 但只要走出第一步 消化、接受、改變 很多東西就會變得很容易 鏡粉也都熱情高漲 Encore的時候 兩次仍然都不肯走 大橋Encore 十二指在場館開燈之後 都要再一次上台 Lokman就笑著問 為何不回家 大家不用睡覺嗎 沒有車了 成員都很附和 就說回去吧 我們沒有貨了 最後在Lokman帶領之下 Mirror再終極Encore一次BOSS 唱完之後 Lokman在台上承諾鏡粉 他就說 今次16場 遲些我們再見 演唱會 最後那場去到11.9才結束 其實也呼應了 Lokman說這番說話 其實在車叻頒唱台的時候 他也說過 在2023年很多個我 我我 但很少我們 即是他們很多個人的發展 但我們 即是Mirror這班成員 走在一起的合作 或者演出 在2023年相對少了 所以大家也很開心 在年尾時間 可以見到Mirror 去了一次澳洲一次的旅程 Mirror Time 然後來到2024年年頭 也有演唱會的補場 再去到2024年 緊接而來 應該是他們巡迴演唱 所以在2024年 相信大家會見到多些我們 即是Mirror的一班 鏡仔 會走在一起的時間 相對比2023年多 就不會像2023年那麼多我和我 記者也有問到 會不會和歌單 在巡唱的時候有不同呢 因為很多鏡粉 就發現有某些歌 在香港站的16場演唱會 沒有什麼唱過 Lokman說 暫時和AK都說 兩位隊長都表示 暫時在完演唱會之後 的違訪 暫時想不到那麼多 就交給演唱會製作組去想 這一刻他們想到 完演唱會之後 要怎樣吃東西休息 所以暫時在巡唱的1單 暫時和歌單都未定 至於美場的歌單 大致上和之前的15場 都沒有太大變動 唯一就是其中一次的 N的部分 Mirror選擇唱了VR 和出動作1秒間 另外鏡粉十分之驚喜 另外演唱會也公佈了 全新的英文單曲 歌名叫Dale 寓意在演唱會之後 以全新面貌重新出發 新歌更加驚喜 和美國的rapper Demi Diola MBA現役的《球星合作》 Jer在唱出Dear Children前 刊有提出創作這首歌的初衷 他說 源於去而你感到 城市中很多人很不開心 在生活到這個城市 共同呼吸 感受到身邊不開心的朋友很多 很想做一首歌 鼓勵大家 當大家寂寞 生活 愛情 學業 身邊會有人和你一起走 不是自己一個 為何這首歌叫Children 因為小朋友的童真 真摯 不怕犯錯的特質 是大家很值得去保留的 所以Jer也在演唱會上 特別解讀一下這首歌的創作來源 原來相當有意思的 說回袁蘇的圍訪訪問 當然焦點繼續去了大表波 大家大派高母說 這次肌肉擔當 去了阿Stanley的大表哥 至於他也在圍訪中 被封為港版的Ring 有人叫他優勢Wing 以及波王 Jerremy還笑容 每晚給大家波濤洶湧的感覺 嚇真 說到原本是姜濤和Jerremy合唱Fever 兄弟就問到他 如果和Jerremy合唱 你會不會又會露一些呢 阿姜竟然說 他露不會像大表哥那樣露下面 引來大家一場的空洞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今次這個演唱會 都有給各位了很多彩蛋 其實我自己覺得 總結整個concert 看到這班人 他們在過去的年紀裡 的確受了很多風風雨雨 很多打擊 演唱會的意外事件之後 受到一沉百踩 個別的成員都經常被人批評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再開演唱會 的確有很多粉絲 有各種不同的期望 所以其實在一個one down上面 有人就覺得很亂 有人就覺得 是否可以多些小組 甚至乎有很多粉絲 會覺得 是否有某些成員 出場機會太少 甚至乎會不會 其他人唱得太多歌等等 我自己反而覺得 今次他們經歷了這麼多的風浪之後 主辦單位似乎想把MIRROR這班 用一種重新出發的感覺 再展現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今次 很多是之前 大家沒什麼在演唱會之前 見過的表演 例如什麼呢 好像Tiger彈結他 AK和Edan 很明顯唱功有多大的進步 阿姜更加不用說了 至於阿Lo跳舞 就越來越成熟 在舞台上的魅力 可以這麼說 就是越來越Charm 至於當然越來越大隻 得到很多吸引女士眼球的代表歌 據稱她在小紅書 突然在這個演唱會之後就爆紅 很多粉絲就說她 是整個MIRROR的藍團當中 最英俊、最Charm的一個 不知道那些鏡粉又覺得怎樣 但是種種的跡象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十二指在這個演唱會期間 當然下了很多苦工 同一時間也看到她們成熟的一面 當然要批評的地方 當然有很多 她們無論是唱功和舞藝 仍然還有幾大的進步空間 永遠進步就無止境 但是在今次這個過程裡 大家都看到她們有絕對幾大的進步 而整個演唱會 無論是舞台 雖然沒有過往之前 意外事件早前發生的時間 這麼多的華麗舞台 做了很多花神 但是相信 其實這次整個舞台的演出 設計、歌單 甚至他們的表現 絕對絕對就是不失禮 那我相信一班鏡粉 都看得相當滿足和開心 更加期待下一次 他們什麼時候再去巡迴演唱 相信不會是短期內的事 因為他們只是巡唱 都說在2024年 都大半年了 所以大家繼續期待一下 我自己覺得 對於今次MIRROR演唱會 的確看到她們有成熟的一面 各自的成員都有掌足的進步 那就是個別幾個演出 譬如好像剛才所提過的 好像Edan、AK、姜濤 甚至Tiger、皮皮 他們現在能夠唱功有幾大的進步之外 你會看到Tiger、Lockman、皮皮 能夠自己可以在演出 有自己的solo歌 展現自己個人的風格 和他們自己獨唱的魅力 我覺得之前的演唱會 是完全沒有機會看得到 所以今次大會 已經盡可能在一個有限的空間之下 都算是一個圓滿的演出 我自己就相當滿意了 至於一班鏡粉看完這個MIRROR演唱會之後 有什麼意見歡迎留言說一下 十二位鏡仔有什麼表現 都可以留言和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和大家講MIRROR演唱會總結 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